我覺得這次的飛鏢錶賽對你們來說絕對是一個小小的難題 你們的吸引力比我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你們要加油努力任何的困難都可以克服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律師韻 今天我就在復康力量的辦公室裏面 其實我對上一次來復康力量也是開會 因為幫他們做一個慈善的活動 上次來的時候已經來過這個空間 這個房間裏面 因為其實飛鏢我又不是太熟悉 不過也有玩過 以前小時候喜歡買個飛鏢把 把掛在門後面射飛鏢那些玩 不過真的很專業的飛鏢 可能我未必分分鐘是他們專業過我很多 我看到他們射飛鏢跟我們視線的距離有分別 因為可能他們在輪椅上 而我們是站的 我很欣賞他們掛飛鏢那種神髓 我覺得他們是比我們平常見到的 就算是一個坐鱗衣的人士 他給我感覺是很專注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專心做事的 無論是男和女都好 我覺得都是很吸引的 飛鏢這個運動令到他們的魅力可以散發出來 其實復康力量這麼多年以來 是為社會很多相見的人士 其實都鼓勵他們 他們是有他們的容處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自力更新 社會上現在都廣泛地很接受一些相見人士 在社會上做一些正常的職位 去做一些他們厲害的事 例如說剛剛在復康力量舉辦了一個在職達人的選舉 我很深刻的是有些得獎的人士 可能他四歲已經是有少許麻痺症 但他都沒有放棄過自己 我沒有記錯已經是四十二三歲 他可以做到一個裝修的師傅級 我覺得這件事很振奮 很鼓舞 小時候出生已經是缺氧 令到他身體有問題 但到現在他依然都是出去社會工作 還要打兩份工作 他們那種能耐和性格 其實我們正常人來說 都未必能夠做到他們那麼有能耐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比更多人知道 相見人士一樣可以振似高飛 小時候都算是一個運動健將來的 小學的時候就是田徑代表隊 我就跳遠的 跑我就不夠人快 很有趣 我跑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通常跑一號線 我就會不知為何要跑一百米 跑跑跑跑跑到四號線 我通常都被人包 但跳遠就比較腳長一點 跳得比較出色一點 小時候就是田徑隊 上了中學就是打籃球 所以可能高度都會和這些運動有關 我覺得大過了就開始 個人好像就斯文一點 沒有那麼活躍 開始可能工作上的事情 變成現在就靜態一點 我會做一下瑜伽 當然我不會去到很激烈的運動 現在就是跑步那些都偶爾會做 但是瑜伽比較 我自己認為吸引力對我來說是大一點 因為瑜伽是一個很靜態的運動 但是它拉筋梳展那樣東西 還有做瑜伽是需要你的耐性的 你做一個動作 如果你耗不夠十秒或者二十秒 其實你會放棄 你是和自己的耐力在打仗 如果你能夠保持不得 我一定二十秒 我才可以過到自己的 其實這個和你平時在社會工作也好 在你工作上也好 是有一定的幫助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拉傷 但是有一個問題 當我做事一緊張 我的肩膀就會縮起肩膀 變成長期緊張狀態 就肩頸肩周炎 很多時候現在很年輕 都已經覺得上風下雨 竟然會痛 頸和筋 便會扯得很嚴重 有看過很多醫生 或者如何服位也好 其實都是幫到一時 但可能幾天後又回來 但是做瑜伽 因為如果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 我每個星期當不太多 做一次或者兩次 其實幫我再拉正條筋 和舒展一下筋 即是筋長一串 名長十秒 我自己本身都比較急 說話又會急速一點 做事就不用說 更加會急 瑜伽可以令到我暫時放緩 可能我平時的生活 未必能夠放慢腳步 但是瑜伽那一刻 沒有辦法不放慢 你不放慢 你做不到那20秒的動作 如果繼續做 我覺得是可以長期地 令你的思維放鬆 可以把筋放鬆 把筋放鬆 把筋拉得太行 都會斷 這個是我希望可以長期絕絕 下去做的一件事 香港人每個人都生活很緊張 我也是一個香港人 我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生意 很多時候都會面對鏡頭 都會生活很緊張 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是做運動是絕對不可小的 不是一定要去跑步做很激烈的運動 但是一些舒展的運動 就算吃飽飯 去街逛逛 不要坐那麼多 這個對自己的身心 都很有幫助 希望各位香港人加油 都是為自己的健康著想 做多些運動